近日,曾被誉为国货之光的运动品牌李宁,因为新品设计引发外界网友热议。 在前几日,李宁的新品发布会上,李宁旗下的模特身穿均绿色棉服现场亮相。 在执掌李宁之前,钱伟曾在日本知名品牌任职了20多年。 在2019年9月,钱伟才加入李宁集团,负责集团的运营工作。 目前,该事件还在热议中,也因此,这款新品的代言人自然也被波及。 据悉,有网友特意询问了李宁的客服人员,官方表示,这一系列的新品代言人是华晨宇。 在时装大秀当天,华晨宇也以代言人的身份出席活动,在现场还夸赞这一系列新品设计精巧, 简直可以用视觉盛宴来形容,还说自己看秀很享受。 由此来看,华晨宇并未认为,这系列新品的设计风向有何不妥之处。 因为此事,华晨宇也受到不少网友的议论,而且在官网,还特别点出这款有争议的衣服,是华晨宇同款衣服。 也因此,网友让华晨宇穿上这套衣服出来走两步。 除此之外,李宁的另一位品牌代言人肖战也没能躲过此次风波,很多网友对此事上纲上线, 甚至喊话两位明星代言人出来回应,给大家一个应有的交代。 在这个节点之上,有网友曝光了疑似李宁一位高管的朋友圈动态。 另外,这位内部人士在动态中解释,声称,李宁这套秋冬系列的设计灵感实际上来源于中国明代的例行亏,并不是外界所言的窝蜂。 此外,还内含外界消费者对中国文化的沉淀与教育知识传承太少,因此,才会恶意解读这系列设计。 另外,执行董事李其林也公开回应,选用了李晨的一张剧照,对其做出澄清。 不过,目前该动态已被删除,眼看着这件事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,还牵连华晨宇与肖战两位流量艺人入局。 当下两位艺人的粉丝自然自发组织起来解释。